大家好 我是一个双胞胎 我们俩感情特别好 但是我们同居太久了 现在有点受不了了 你们想双胞胎睡在一起就很烦人 25年了 每天睡在一张床上 穿着一样的衣服 长着一样的脸 我每天早上从他身边坐起来 都感觉像灵魂出窍 而且经常是我睡着了 他睡不着 他就在床上滚来滚去 我们俩看起来就像人死了以后 灵魂没有安息 天哪 其实我们一直觉得 我们的命就是永远粘在一起 不管我们这辈子有多少矛盾 老了都会一起 滑辣双人轮椅 老了就算走不了路 也要一起去撞树 一棵是枣树 另一棵也是枣树 但问题是我是他姐姐嘛 那作为一个姐姐 我会不由自主地去照顾他 所以我们在家里的分工 就会越来越像一对夫妻 我负责洗碗和做饭 我负责吃和点评 但他还是会说 他为这个家做了很多贡献 我们家的开关全都是我控制的 还是声控的 我要关灯 我只要喊一声 盐一把灯关一下 后来我受不了了 我搞了个Siri 我说你以后就喊Siri把灯关一下 我就喊Siri叫盐一把灯关一下 而且我发现我每次都会忍不住答应他 因为跟他在一起 我正在体会一个女人 能体会到的最大快乐 那就是奉献 最近我就跟他说 我想分开住 但是我就有点犹豫 因为我们俩分居 就有点像离婚 我就跟他说 你看我们在一起住25年了 这要是一对夫妻 小孩才刚刚考上大学 我说正是离婚的好时候 可以啊 这个 这个时候我就很像一个有担当的男性 我说我要分给你最好的东西 所以我决定只留下钱和房子 分给你自由和希望 所以我就赶紧出去租房子 然后我还舍不得花钱 我租了一个很小的房子 然后他给我买了一个换鞋凳 我根本就用不上 因为他家门口窄到 那个换鞋凳没有办法从箱子里拿出来 所以我现在每天坐在换鞋凳的箱子上换鞋 然后我就只好又给他买了把椅子 结果椅子更拿不出来 现在只能放在换鞋凳的箱子上 结果他家现在一个家具都没有 但是门口有一个loft 分居以后我也像一个男人一样 我觉得他没有我肯定过的不好 所以他特意跑来我家关心我 然后我打开家门 远远看见他的样子 我就开始窃喜 我说你看你 你才离开我几天就变成这个鬼样子 你脸都变大了 我走出来说那是一面镜子 他也很担心我独居 他就送了我一个监控摄像头 我主要是想监视他有没有带别人回家 组成新的双胞胎 还好没有 只是一些普通男人 分居以后我有一些真实的发现 就是我发现女人真的太擅长 为别人放弃自我了 因为以前我们俩一起住的时候 每天早上他都会给我们俩准备牛奶 但是分开住以后 我才知道他喜欢喝的其实是豆浆 但更可怕的是 我发现我喜欢喝的 其实是咖啡 作为女人 只要我想付出 我根本就不在乎你想要什么 她根本就没有试过了解你 她是真的不想了解你的 那她为什么不想了解你呢 因为她爱你 要是她了解你了 她怎么会爱你呢 不过我发现确实离开她 我啥也干不好 就像灵魂离开了肉体 就像男人离开了女人 灵魂离不开肉体 男人离不开女人 但是女人可以离开男人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一个双胞胎 去年上了节目以后 我们俩也接了一些大火 有一个跑车品牌 都找我们去店里做演出 让我们两个 明显没有摸过跑车的人 跟一群开着跑车来的人 说跑车有多好 但那天我们也觉得 其实我们俩真的 买得起一辆跑车 也会很尴尬 因为一辆跑车 如果是一个男人站在旁边 你会觉得 他买得起这辆车 如果是一个女人 站在旁边 你会觉得 他男朋友买得起这辆车 但如果你仔细看 女人是我们俩 你会觉得 他们在卖这辆车 你们看我们的服装 现在我们上节目 他们都让我们 一个人穿裙子 一个人穿裤子 他还好不是一红一蓝的 不然也太像 公厕门上两个小人了 其实我一直很羡慕 厕所上的那个男小人 因为你们看 大街上那安全标志上的小人 全都是男小人 什么红绿灯 小心地滑 禁止随地大小便 还有安全出口 就感觉男人 可以一直犯错 犯了错 还有专用的安全出口 而女小人 只会出现在两个地方 要么在女厕所门口站着 要么在公交车上怀孕 然后男小人探险完回家 看到女小人怀孕 安全出口 不过我最羡慕男人的是 他们可以不做家务 我爸就从来不做家务 从来不希望 他还会找很多借口 什么手扭伤了 手拿着遥控器呢 手还背在身子后面呢 而且真的让我爸洗碗 他也会洗不干净 有时候我就会想 男人是真的都不会打扫吗 但我看法治新闻里的那些男人 把犯罪现场打扫得很干净呢 感觉好像做家务 只是女人的事情 连家政工这个工种 都叫阿姨 之前看到有个男的 去当家政工 居然就上了新闻 而且新闻居然叫他 男阿姨 男阿姨真的特别伟大 因为他没法像别人一样 跟老婆吵架 他不能回家以后 跟老婆说 要不是我辛辛苦苦地 在外面脱地 你怎么能在家里 舒舒服服地脱地呢 有些男人就喜欢幻想一个 默默为他付出的女人 比如我有一个前男友 他说他想要的家 是他的港湾 他一回到家 就是好吃的好喝的 他就只要躺着 我觉得他想回的不是家 是他妈妈的肚子 那种好日子 一个人一辈子 只能过十个月 出生以后就过不了了 因为他要做个人呢 做家务真的都是女人的事情 连扫地机器人的声音 也全都是女生 一开机就是 开机开始清扫 感觉如果设置成男生 他就只会说 行 我一会儿扫 然后就一动不动地卡在沙发上了 感觉男的当机器人就可以是变形金刚 女的当机器人就是扫地机器人 感觉变形金刚要结婚 只能找一个扫地机器人 这是秦天柱和他老婆 秦托地 秦托地问秦天柱 今天是我们的纪念日 你要送我什么礼物吗 那今天我自己打扫自己的犯罪现场吧 秦托地说 你扫啊 嗯 行 我一会儿扫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